哈囉 好 推一下畫面 等一下 現在畫面高雄還是要答 所以有以上 不知道哪裡到 好 連續前一則 合併列印的82則 規則 以條件評估引數 這樣看 連續前一則 82規則 以條件評估引數 當然這是信封大神 先設定完 再設定這個 然後這個82規則 以條件評估引數 先示範在 比如說家長或是客戶名稱 先生收穫小姐收 好 我先操作一下 大家看看 82則規則 以條件評估引數 好 剛才設計到這邊 這是原始檔 OK 之後看一下 剛才連續郵件 好 點太小 那 1到5 我設定完成了 下條件 下條件 然後計26 現在因為要設定規則 在哪裡 好 就是在插入後面 所有的規則 好 第四 和第五 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是有 胡號 這是家長 那我這邊因為太急 我先空白講 點太小 好 大家看到 然後再郵件 看一下 插入這個區塊 剛才有說過 插入旁邊 這上面有一個規則 好 了解一下規則的功能 等下下面按鈕 第三個 以條件評估引數 iflain 就是如果是那個的話 就是如果是那個的話 大約知道它意思就好了 所以我英文也不順 你看一下 前線方塊 好 收藏就下了 因為有不要點在這個胡號 在咱們的後面就空白講 這邊又設定下條件的意思 真的不要點錯 點錯就完全不會錯 所以一定要點對 性比 因為現在是這對性比 等於什麼 等於男或者是女 那如果我打上的是女 其實都一樣 如果是女的話 就要小解說 那我時間關係 我剛才會去貼上 其實這邊用打的才對 好 等一下 再按一下 好 也就是說性比 如果等於女的話 這邊就小解說 那相反的話 就否則的話 就能小 生生手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一定要點對性比 我剛才第一次操作是點錯 所以後面就錯了 然後性比等於女 等小解說 或者性生手 那如果我打上的是 性比等於男 這邊就 生生手 這邊就小解說 那大同小的意思是一樣的 好 這邊 呈現就是紅號先生手 那我要看判斌他有沒有打的 下一筆 玩具三三三三 第三筆小解說 沒錯 一心 然後最後一筆呢 這一筆小解說 然後往上 好 那最後 最新的 好 OK 之後呢 就完成了 最後一樣就是完成一塊部分 很小 編輯各別人 下條件 看一下全部呈現 都有呈現一個 新生 用下這個手 好 那很簡單呢 就是我們是細節要寫的 下條件 嗯 合併列印好像就是 有點類似的下條件 好 再複習一下這個 剪圖 合併列印的剪圖 好 看一下 步驟1到55下條 這樣 最後是 完全 並第六 總共就是1到6個步驟 1 起動2 選舉3 編輯 4抄5 預覽6 完成 那有按照序號 或者這邊會呈現灰色 不能去點選 那最後 就是 八神的蛇就是此的 再插入旁邊的規則 深深小解說 點他一下 然後再第三筆 再點一下他位置 好 那我現在因為在 成立一個新的文件 是 完全合併 這上面呈現的是 新風箱 因為我剛才有練習過 這個新文件 要修改的話 不能在這邊修改 或者看一下 這邊會接手 不能修改 所以這邊只要關閉它 到原始這個地方 去做修改 才可以 好 那就是有 直接看一下 規則在這邊 有一鍵 要在原始檔 有鍵 要在這一個規則的區塊 好 第三個 重點在這個 如果有任何人 以調整評估於數 呈現方框 然後這邊下調 重點在這個區塊 可以檢測一下他的公用 他需要請請 和他位置 在插入旁邊的區塊 好 看一下 RF兄弟接收操作 看一下 我並列印81-82 性供給規則 的事物操作 RF兄弟 好